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间专门店是由四名曾经在北京求学的青年所开 他们学成归傲,为重拾大学情怀 趁年轻学习营商累积经验,决定边打工边创业 集资25万捉起创业的堡侣,希望将北京风味带到澳门 为了开铺,他们其中一个还特意回到北京学习萧烤的技巧 他们认为店铺赚钱与否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学习和成长 应该趁年轻大胆尝试 打工遇到的困难可能有人帮助,创业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希望通过创业发挥四人所长,托展视野,锻炼能力 我们总共有四个伙伴,四个伙伴都是北京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起去吃烧烤 喝啤酒,聊聊天,这个基本上是北京习学生的生活习惯 回来后,我觉得这里没有北京风味的烧烤,很不习惯 回来后,我们想几个朋友一起开一间店铺 去卖北京那边的烧烤,将那边的味道带回来 大家聊聊聊,觉得又OK,那就去马 青年企业家协会认为,北方口味的烧烤在澳门较少有 在传统住宅路区开店,符合宵夜选择 开业时段和选址都适合 增加售卖例如甜品等方向正确,可以尽量利用店铺 可以思考由饮品、烧烤、煮食到甜品 等顾客可以在一个点消费完整的一餐 顺势将客人的消费时间提早 不止集中在宵夜的11点到2点 做生意时间可以拉长 现阶段先做好外卖业务 不急于令密铺位发展堂食 因为堂食是另外一种的经营模式 投资压度和投放时间都不一样 目前只做外卖店 三位全职和两位兼职已经十分足够 建议四位股东轮流在店内指挥主持 李信各项的运作 另外应该调配一名员工 在日间准备每日需要的材料 例如设好串好需要售卖的食材 股东门侧应该做好每日工作的流程 最好以文字每项列出 以便任何一位员工都能在不同的崗位上手 其实市场是有的 因为之前没有过这样的味道 烧烤在澳门出现过 因为澳门你知道南方比较吃偏甜的食材 我们从小到大烧烤都是蜜糖 落蜜糖这样做 但北方主要用香料去做调味 就不会落蜜糖 因为北方很少吃甜食 所以口味会很大出入 我们当时去到北京 其实我们以前都很少吃北方的烧烤 但我们看到当时去到北京读书的朋友 个个都很喜欢 我相信澳门人应该都可以接受到北方的味道 中印中小企服务中心认为 已经有多个美食节目报道该企业 加上Facebook宣传 可以继续实行该宣传策略 财务建议方面 经济局推出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 十分适合该店 银行对中小企也十分支持 假许企业开业时 已经与银行有往来关系 满一年后 就可以向银行申请周转资金 可获泰公司名下银行账户近一年 全入款项的月困额50% 同时也符合政府的信用保证计划 企业融资压力可大大降低 由开店到现在 其实每一个阶段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 开店前就是找店位 你知道澳门现在的租金有贵 租店的成本是很高的 我们当时找店都找到一段期间 可能是价钱符 但是位置又不好 或者是店面的尺寸又不好 找了一段期间 找到一个觉得价钱 或者是各方面都可以的 就开始租进这个铺位 但租完之后 头痛就要装修了 装修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小本经营 装修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我们很多时候 自己晚上过来 油油 产场 线灰等等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很多时候看到灯 可能都是自己装的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与市场销售系 副教授刘丁记博士认为 该店现阶段主要任务 应该是继续扎根 培养熟客 甚至忠诚顾客 巩固销售业务 建立品牌的知名度 等到时机更成熟之后 例如日日都有 截不完订单的火爆销售局面 才适合考虑开堂食分店 或者是新增北方菜的供应 其实我们开这间店的其中一个目的 第一就是将北京那边的味道带回来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几个朋友一起学习做生意 怎样锻炼自己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 我们也谈过 会不会是领域伸子 去找一些大的铺位 去申请一个饮食牌 去做一个堂食 加多一些北方的元素 例如北方的水煮鱼 村菜等等的元素 去进入这个店铺 我们也是在考虑将来的发展